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有高僧自己知道 不可知 至于他证到什么程度了 他有什么缘要聊 他为什么要实现那样的状态 那每个高僧都不一样 每一个不一样 我们是不能采渡出来 整个在他修正的过程 每个人以自己的姻缘成道 他来的使命 还有他了的缘 还有他再来或者不来了 这些都会决定他最后一步怎么走 他会选择的 但是如果是 他是再来的佛菩萨的话 不管怎么着 他任何一个视线 一定是有利于众生成道的 一定是 甚至是有利于他身边的有缘众生成道 那些众生不管是 最后以诽谤他成道 还是以赞颂他成道 或者总是对他有益的 总是有利于这些众生的 每个人在他自己如果开悟了 然后呢在成道的整个人的路上 在休息在度众生的路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依靠 当然说法门上可能一直是释迦牟尼佛 因为在释迦牟尼佛的一代使教里 他不会偏离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自创一派不会 但是至于怎么讲 怎么视线 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跟他有缘的众生层次不一样 还有第一次那个师父要试些什么 比如说他临走他要了约 可能他进入地域道了 或者进入畜生道 他去那一道去度众生了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不能以任何一走向来 评价一个成道去 如果他真的是正入了 或者他有自己的境界 他能够 我觉得他只要开悟了就行了吧 至于说这个暴睡成就 因为这临死的捏牟尚呢 涉及到正量 这方面呢 我觉得 有人有仁而已吧 有些人讲法还是可以 但是 世界的到最后 死的时候 那种笑 没有那么 人们中心药的那种样子 我觉得 也有吧 各式各的姻缘 所以我想自己就是说 就算一个师父 他就说世界很难看 也未必代表他不中 没有什么 什么也不代表 他有他的选择 呃 也许有的真的实现了 就是病得很苦 很辛苦 就走掉了 也没有什么 但他做得很厉害 是啊 就像奥修也实现得很苦嘛 死的时候就像中毒了嘛 皮肉都锋离了 也不能代表他不开悟 嗯 嗯 还有那个 陈建宁 陈建宁实现得也不好 嗯 也不能代表他讲的不好 嗯 还有他有时候死的时候 那一刻他就是 在死在医院 有时候在国外死在医院 医院给他注射的药物啊什么 也会影响到这个像 嗯 就会出现一些 就是 会影响到他这个视线 嗯 那死的时候也可以帮中毒消炎 是吧 他疼过他 嗯 不知道 不可 就是不可 不能揣不知道 每一个是上司 他不一样 有的只是 有的只是来聊一下 原就走了 他都没有 说是要 有些你看有些师傅来 他都很少弘法的 他就是写点东西 或者整理一些东西 聊个圆就走掉了 嗯 就是写的很普通 但是层次很高 我说真的是一些大菩萨在来 但是层次 他根本就默默无缘一辈子 你都 你如果不是靠近他的话 看他的东西 你是不知道他可以拍摸的 他正亮的 根本就不愿意出来弘法 嗯 我们能够知道的一些 都是走出来了 真的是叫出山了嘛 就走出来 大量的去讲法 或者是有点名气的 很多的佛部下层次很高的 一辈子就在山里 或者是很少出来 就是极少数人知道他们的心中 极少数人听到他们在传的东西 所以真的没有地方 没有 除了你自己成道以外 没有任何可比心 也没有任何可揣度的 所有的师傅也把 你是一个老师也把 老师的等级各有各的 那老师也只是负责把你教训而已 谁来教训你碰撞你 嗯 就那个老师他怎么样 其实我们很难去 因为你城市低的 你怎么能揣度到一个 城市很高的 如其佛法这些 一日不见寡木香 真的是 三日不见你的寡木香 看他两三天 他正要达到质变的话 你已经不可思议了他的境界了 你不是这么爱 他也不见了 你不是这些人